哈 大家好 哦 这个是柴鱼的苗 啊,这个也是鱼 放一个纸巾 宝石 来我们看它的坑 看它的坑怎样 有跑吗 哇 在跑坑了 哇好美 这边也放一个纸巾 然后水分不够 我们放一点水 它自己会吸下去 嗯 坑好美 好了 我们再看第二颗 哇 坑也是跑得好美 啊 这个就是约石掺培苗土 再掺一点原土 啊 然后上面放一个纸巾 然后感觉水分比较少的时候就放一点水在纸巾 纸巾自己会 泥土自己会在纸巾边吸一点水分下去 这样的纸巾比较高 啊 这个才宜 这个稳了 可是不能还不能 淋太多水 最少要等到一个月 这样 哦 才可以淋太多水 嗯 嗯 这种昨天才鱼的啊 嗯 放一个纸巾 饱水 嗯 这个也是昨天才鱼的 放一个纸巾饱水 哦 这种鱼了几天 开压了 嗯 这种就比较稳了 可是不能浇太多水哦 不能浇水 就算浇水我们也是浇盆旁边 啊 很像这种有纸巾 我们只是浇水浇在纸巾这边呢 它自己会吸下去 这样就不会烂根了 有浇水也浇在盆旁边哦 嗯 这样 现在也不能 下雨天也不能淋到 有时拿 拿出去晒晒太阳 就好的 啊 晒一个小时这样就好了 哦 可是我没有去拿去晒了 我就是这样丢住啊 等到一两个月 苗纹的才什么了 哦 好了 祝大家成功